鹿谷香广兴国小在校园内开辟了一座农场 透过生活教育让学生们在菜园中学习种菜 并体验其中的趣味跟辛苦 同学在种菜的过程中认识了各种的蔬菜 也学习如何来爱护土地 老师详细说明这种域名的技巧 其实小朋友早就等不及 想要赶紧夏天体验 就算日震当中 要这满身大汗 大家欢喜的心情也完全表现在脸上 我有感觉农夫非常辛苦 因为天气这么热 有些农夫甚至还要工作到下午没有吃饭 农夫也很辛苦 因为要在大太阳底下种田 然后都会满身大汗 像我昨天种的时候 在剥土的时候差点 因为太累所以差点晕倒 所以我觉得农夫他们非常辛苦 我们种玉米一来小朋友爱吃 我们值得安全 第二个是玉米它在成长过程当中 从一个小小的苗 然后长到很粗大 然后统一采收 那整个过程我想小朋友 同一时间就进行一个观察 一个施作 然后共同的劳动这样子 有共同的一个经验 鹿骨香广兴国小在鹿骨香农会的支持下 从去年开始推动校园种菜的活动 透过生活教育 让小朋友在餐园内学习栽种蔬菜 也借此了解父母专情 原来是那么不简单 虽然没办法在家里种田 但是我可以在学校种田 我觉得能体验到农夫辛苦工作的感觉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现在的科技资讯发达 对学生的教育来说 小朋友清缺的不是知识 却是宝贵的经验 虽然知道务农相当辛苦 但是不成实际体验学习 反而无法体会 所以也希望学生 透过自己实际体验大资人 并学习课本内学不到的知识 或许他们每个人都会被 除了日当武汉地和下土 但是事实上 他们真正到天间里面 亲自体验被太阳晒的感觉 你在拔草过程当中 我这个目标目标还没有 就是我的工作还没做完 可是我必须忍受整个自然环境 给他的一种考验 今天有同学在校正说 我们今天又来接受太阳 给我们的热情招待了 看到小朋友开心的模样 就知道这片校园农场 虽然只是小小一块农地 不过能让小朋友动手种菜 学到宝贵的经验 也深深体会农夫的工作辛苦 对我来说 您好 感谢观看